大家好,我是二师兄 在这个已经过去的夏天 光刻机这个话题非常火爆 芯片的跌宕起伏 美国的层层施压 华为的万般无奈 是遗憾也更是机遇 光刻机的基本原理是什么 为什么如此重要 制造光刻机有多难 阿斯迈尔为什么能成功 美国为什么能控制荷兰对外出口光刻机 我国目前光刻机的技术如何 光刻机真的要国产吗 进步的方向在哪里 看完这期视频 你也许能找到答案 中国最大的进口项目是什么 不是石油 而是芯片 不仅每年都要消耗大量外汇 还非常容易被其他国家和企业卡脖子 各大手机厂商 经常因为买不到足够的芯片 心机上市的时间也是一拖再拖 中国芯片制造领域 相对于美国、韩国、中国台湾来说比较落后 原因有很多方面 其中一个是国产的光刻机太落后 光刻机是中国半导体设备制造上最大的短板 高端光刻机完全依赖进口 如今能够用作生产高端芯片的光刻机 只有荷兰阿斯麦尔公司可以生产 阿斯麦尔甚至放话 我们就算公开图纸 别人也造不出光刻机 光刻机到底有多难造 总结成两句话 精度纳米级大力初奇机 我们先说精度 芯片的进步体现在哪里 大小 同样大小的体积里 只有塞下更多的集成电路 我们的手机、笔记本等电子产品 才能越来越小 小小一块芯片成为了物理世界 和网络世界的连接点 英特尔创始人之一戈登·摩尔 根据自己的经验总结了摩尔定律 他说集成电路上可以容纳的晶体管数目 每两年就会增加一倍 言外之一处理器的性能每隔两年翻一倍 这个摩尔定律虽然不是自然科学定律 但是它却从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信息技术进步的速度 芯片上的集成电路就是刻在龟晶园上的钩槽 古人们在石碑上刻字用的是凿子 工匠们在鼻炎湖里钓刻用的是非常细小的画笔 但是 支甲盖大小的芯片要容纳千万的晶体管 普通的工具是不可能有这样的精度的 怎么办呢 那就用光好了 光的波长是纳米级的 比如我国现在仍然在努力研发的193纳米浮化亚极光光刻技术 而三星和台积电明年要量产的手机处理器 已经是7纳米制程工艺 这相当于一根头发的万分之一 这种更精细更准确的枣子就是极子外光光刻技术 也就是EUV 它可以精准的控制光束 有多精准呢 打个比方 就好比从地球上发出的手电筒光线 要准确的照亮放在月球上的一枚硬币 为了达到这种效果 最先进的光刻机上有超过10万个零件 重量超过18万公斤 要40个货柜 20台卡车 三架货机才能运输 以前全世界能批量生产高端光刻机的厂家只有三家 荷兰阿斯麦尔 还有日本的尼康和佳能 但是最新一代光刻机研发烧钱烧的太邪乎 尼康和佳能基本已经气疗了 目前阿斯麦尔占据全球光刻机市场的85% 其实阿斯麦尔在2012年研发EUV的时候 也隐约觉得研发费用是个无底洞 差点想放弃 结果那些等着芯片续命的企业慌了 英特尔 三星 台积电 纷纷拿出大几十亿美元 塞给阿斯麦尔 求他再坚持一下 于是阿斯麦尔终于造出了能制造7nm制程芯片的光刻机 每台1亿美元 1亿美元其实还好 也就北京几套法 除了精度高 还有一个原因 让EUV光刻机非常难搞 那就是巨大的耗电量 极子外光波长太短 甚至能被空气吸收 因此整个环境都必须出成真空 一套EUV光刻系统 需要配一个超过7600公斤的大型真空室 而且为了集中光束 需要把极子外光多次反射 每次反射都要损耗三分之一 到达晶圆的时候 只剩下不到2%的光线了 再加上它的能源转换效率极低 只有0.02%左右 要想达到250瓦的输出功率 机器必须能够提供 接近100千瓦的激光输出功率 美国海军在庞赛号登陆舰上 安装了一门激光炮 功率只有30千瓦 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 这个机器有多猛 改造一下就可以打飞机 不仅如此 供电还得极其稳定 稍有波动 晶圆就会全部爆飞 损失惨重 除此之外 光刻机的厂房 需要无尘环境 比外部环境干净1万倍 每小时净化30万立方的空气 折算成家用风扇的话 需要7万5千台 冷却如此高能的反应 需要每秒钟4千升的水 还有就是如此精密的仪器 对震动非常敏感 所以厂房对地基要求也非常严格 甚至要实现某种程度的悬浮 光刻机简直就是在人类极限的边缘 反复试探 所以EUV真的可以说是 阿斯麦尔大力干出来的奇迹 相信说到这里 大家心里都有个疑问 为什么是阿斯麦尔 阿斯麦尔创立于1984年 是从菲利普独立出来的一个半导体设备制造商 是一家半导体设备设计制造及销售公司 总部位于荷兰埃恩德获分 阿斯麦尔的成功和他在研发上肯砸钱是分不开的 2019年 阿斯麦尔的销售额是21亿欧元 而研发费用支出就达到了4.8亿欧元 研发费用占营收比例达到22.8% 研发人员数量占员工总数的40%以上 虽然阿斯麦尔是一家荷兰公司 但它背后却有着欧盟以及美国的力量 很多关键技术都由美国以及欧盟国家提供 比如德国先进的机械工艺 以及世界级的蔡司镜轴 再加上美国提供的光源 这就使得阿斯麦尔公司在光刻技术方面飞速发展 在EUV光刻机领域属于全球独家厂商 阿斯麦尔的成功也让台积电的地位大幅提升 如今稳坐全球第一大晶圆代工厂的宝座 你发现了吗 在光刻机领域市场就是赢家同吃 而阿斯麦尔为了能够有足够的研发费用和稳定的客户市场 把自己和所有相关方捆绑在了一起 台积电也好 三星和英特尔也好 要拿到光刻机就必须得购买阿斯麦尔的股份 英特尔投资41亿美元持股15% 三星投资8亿欧元持股3% 台积电也投资了14亿美元 就这样阿斯麦尔公司和大客户之间实现了利益捆绑 每年生产的光刻机都优先提供给这三家大客户 截至目前 阿斯麦尔公司最大的两个股东 分别是资本国际集团和贝莱德集团 都是美国资本 你现在明白为什么美国能控制一个荷兰企业 不让它把光刻机卖给中国了吧 我国的光刻机技术起步晚起点低 独苗上海微电子集团2002年才成立 代表我国光刻机的最高水准 制程工艺为90纳米 相当于2004年英特尔奔腾4处理器的标准 而这是阿斯麦尔15年前的水平 如今阿斯麦尔的光刻机已经进入5纳米的制程工艺 当然这个事情要辩证看待 光刻机落后不代表国力的落后 毕竟阿斯麦尔也是极其全球智慧 镜头是德国蔡司的 光源是美国SIMER的 机械手臂是单卖ABB的 轴承是瑞典SKF的 我们要想搞出全盘自主可控的光刻机 难度确实不小 说白了 追上发达国家不难 难的是追上所有发达国家 阿斯麦尔如今抢到飞升 不仅是因为他们机器有多厉害 要知道他们在全球都有研究所 24小时面对客户 客户出现问题 全球研发工程师都会参与进来 逐年累积的知识库 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追上的 解决问题的能力只是一方面 关键是你有没有遇到过那么多问题 好在现在我们有举国体制 只是还需要时间 上海微电子集团的新一代28纳米光刻机 预计将在今年完成 如果顺利 渴望在明年试产 如果能顺利试产 将在2021年底或者2022年实现量产 做这期视频的时候 确实感到中国科技发展的不易 最后向所有科研人员致敬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和关注 我是二师兄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